你们明天来这个逛街来基隆观光的时候呢 就请大家就是看着我的脸书照走就对了 就不用这个自己在找路 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国良脸书直播的影片 谢国良市长自己开车以游客的角度 来到基隆市要找停车位 希望呼吁走西岸高架桥来到西三停车场非常顺畅 而且市长很贴心还特别规划了周六停车的特别优惠 希望大家礼拜六的中午能够利用到西岸来停车 不要再聚集东岸的包括信二还有东岸停车场 那这样子的停车我们市政府是有补助的 原本每半个小时二十元的停车费用 我们现在补助了每半个小时补助百分之十五 所以现在新的方案每半个小时只有五块钱 然后每个小时等于十块钱 就是会写说西岸停车的部分 比较好指引 那指引以后进来以后进到我们这个停车场 我们就刚刚市长所提每半小时只要五元 所以我们好朋友我们只要记住 只要到基隆要好停车我们就靠右 那停车只要到西岸我们就五元 这样来持续 那这个方案是每个礼拜六中午的十二点到晚上的八点 也就是说这一段时间是停车 比较不容易在东岸找到的地方 另外我们刚好这个月会碰到端午佳节四天 我们这四天一样比照 首先就是看我的脸书 看我的脸书走一次 然后我们会修剪一个比较短板的 放在脸书上 让大家知道怎么走 就是用一个宣导的方式 但是就是重点就是 请我们包括中佳各个媒体帮忙宣导 出了隧道赶快靠右 在隧道靠右 然后就走右边的这个出口 交流道出去 然后呢到西岸的停车场 那我们会加强指引 我们今天还有一天的时间 我们再加强一下指引 那到这边来 我觉得其实现在天气也不错 然后呢海湾港湾也很漂亮 然后也有这个国门广场也有一些艺术可以看 然后这个智威现在在火车站里面也有了 然后这个海洋广场也是一个欣赏的景点 这样一路慢慢的走过去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很舒服 很切 总比塞在路上 然后一直塞一直在等在那边 然后又付比较贵的停车费来得好 所以鼓励大家多用西岸 当然我们市府也会滚动式的调整其他的方案 包括我们现在努力把威海营区 那边有好几百个位置 把威海营区的停车场空间把它整理出来 那个也还要一点时间 总之我们会滚动式的检讨每个周末的一个停车的状况 然后跟用路人朋友来分享 市长谢果良除了呼吁大家利用大众运输来到基隆 还特别从外地游客开车的角度来思考 并且透过直播影片 希望让开车的游客按图锁迹 顺利避开市区塞车热点 这样来基隆玩好停车 又可以顺便走读基隆港湾街区 是一种非常舒服的一个海港人文之旅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